意外发生之后 总统府紧急召开了强化警卫安全会议 并且宣布成立专案小组 研议要如何强化维安工作 而另外一方面警方初步排除冲撞总统府的张姓驾驶 具有政治动机 研判他可能是因为婚姻的问题 对社会现况不满 才会有出现冲撞的行为 工程车来来回回总统府前 加装18座花岗研花苔 每座重达一公顿 连夜搬运就怕再有激进分子冲撞总统府 我也才是立即在总统府成立 强化维安工作的专案小组 宣布成立专案小组检视维安机制 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刹车冲撞 总统府上上下下绷紧神经 紧急召开强化警卫安全会议 而警方经过一整天的调查 已排除政治动机 目前我们所收获以及调查的资料 可以完全排除政治的动机 也就是这个犯罪嫌疑人 并没有对政治不满的一个情形 我们只能够跟各位报告的 就是说他对于社会现状有一些的不满 警方表示张欣男子可能是因为婚姻出问题 跟前妻的诉讼官司还在进行中 疑似对判决有所不满而采取激烈行动 全案虽是有预谋的故意冲撞 但能这么快排除政治动机 关键在于 因为今天早上在他在就医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有到他的家里来搜索 在一个犯罪的过程当中 对于他的交通工所做 用来作案的交通工具 并没有再加装任何的一个危险 或者是爆裂的物品 所限只是虚惊一场并无造成无辜伤亡 但张信失机 事发前就曾多次在总统府附近排环 委案预警系统没有及早启动 是否该有惩处 杨敬天这么说 杨敬天力挺低线战烧宪兵 还打算给予表扬 但总统府种种主角措施 仅要关头只有防弹门发挥作用 对本该滴水不漏的元首委案 无疑是一计当头伴赫 油灯TV综合报道